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您的好朋友张德仁 独善其身 最伤身 怎么说呢 话说意大利有位名叫蒙塔尔的学者 他为了配合一项实验 自己一个人在地下的岩洞中生活了一年 在岩洞里有着宽敞的实验室 除了配有科学仪器外 这实验室里还有起居室 有浴室 有工作室等等 在岩洞外的山顶上有个控制室 里头的研究人员 透过监视器观察蒙塔尔 他的一举一动 可是研究人员 不会与蒙塔尔有任何的接触 这个实验的目的是 观察一个人 在长期的孤独生活底下 他的生理和心理会有哪些变化 在两千多公尺深的岩洞里 周围环境一片死急 蒙塔尔每天独自种植 书果 写作 看影片 健身等等 渐渐地 蒙塔尔发现 虽然自己原本就喜欢安静与独处 但真的只剩下一个人生活的时候 竟然会感到孤单与恐惧 度过一整年的洞穴生活 蒙塔尔再次重见天日 他变得苍白消瘦 憔悴不堪 他的免疫系统功能也降到了最低 如果有两个人同时提问 他的大脑就无法思考 他的情绪更是低落 不善交谈 虽然渴望与人相处 却已丧失了交际的能力 等到蒙塔尔慢慢恢复健康后 他回想起那一段日子 他表示 我独自生活了一年才知道 只有在与人互动时 才能够享受那身为人类应有的快乐 我亲爱的朋友 这故事给您什么样的启示呢 圣经说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两个人合作效果更好 一个人跌倒 另一个人可以扶他起来 独善其身 最伤身 我们下回见 我是张德仁 是张德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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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